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支支点点的 我是伯燕 是名女侠客 我记得我和我的伙伴燕飞铃正在追赴魔头 燕 杀 燕吸取寒冰石的灵力之后功力大增 我和菲力合力也能以将他打败 燕 叫出寒冰石 不自量力 伯燕 你好好的博武派掌门不作 非得当念菲力的护卫 好一条忠心的狗啊 少废话 念家造的念 竟然就此了结吧 几回 正只剩国家的温室将其兴 让寒冰石 无法封银 提供能力 醉林 你没事吧 寒冰石 寒冰石 我黑眼抢夺寒冰石之士 时空中似乎出现了月份 将来新的景点 光业 再之后 我就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事情 也不知道菲力现在怎么样了 我想我对自己的处境有些了解了 你了解了 我还不了解呢 我的朋友怎么样 师兄 我旁边 希望 你能看见我之事 暂时目要告诉别人 六 如果你不想招惹更多货端的话 就得听我的话 记住了吗 你跟谁说话呢 没有啊 耶 哈喽 大家好 我现在正在由 新斗罗大陆冠名的武道大会 还选赛的现场 众多门派汇集于此 他们当中既有历史悠久的五名门派 也有因网络兴起的新兴门派 品尾更是请到了当红隐星 也是游戏新斗罗大陆的代言人 原斑前来助阵 进 袁老师您的饮料 现场说您可以走台了 好 我换个衣服就去啊 来 何为武道大会 武道大会就是你们古代的武林大会呗 你代表博武参赛 可否博得同仇 我才不参加呢 我是来陪努力的 天下豪杰 皆以参加武林大会为荣 已经不想参加 这都什么时代了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又不是非得争个武林大主 大家就是热闹了呢 你竟如此窝囊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 这回事 是娘人吧 这小毛病 这人我不熟 不熟我不熟 是是 这 卢力卢力 你干嘛去 你别丢下我一个人 小鱼小鱼 我肚子来点感觉 怎么那么多事啊 哥们儿 洗手间的脑 问一下洗手间的脑 我就问一下洗手间在哪儿 你推我干嘛 你什么人哪 小心我投诉你 小鱼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很快就回来 你快点啊 黄小鱼 此人行为诡异 必有蹊跷 去看看 我去干嘛 去看看 看你往哪儿跑 看你往哪儿跑 去 你谁啊 原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来了 我看你就是奇怪的人吧 袁老师 衣服已经挂好了 怎么不是啊 我看在你长得也算乖 年纪也不大 作为我的粉丝 我要劝劳一下你 你可以大方地表达你对我的喜欢 但不是用这种撒谎 极端的方式 好吧 我 你干嘛 签品给你了 我这个人呢 喜欢以德报怨 还有啊 看到我完美身材这件事情呢 你要保密 这饮料送你了 门在那儿 看你才比较奇怪吧 舞蹈大会寒选正式开始 就是 准备了 看你 рав一群 看你不听哭了 这个人才赖得死 接下来上场的是 舞舞 对战 雷鼓 这么快就到你了 好 好 什么回事 平凡 我投诉他们下手太重了 选手进攻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没有问题 博武选手的投诉被驳回 比赛继续 等一下 比武切磋 点到为止 既然你把我都弄疼了 那就别怪我 退散 那么 获胜者是雷鼓 不是说打败天下无敌手吗 这也下来了 不是我不下 是他把我打疼了 走吧 那个博武派的第二位选手 可以上场了 我们没有第二位选手啊 黄小瑜是你们博偶派的吗 我 报名 两人起 我不去 黄小瑜 你作为掌门 连战斗不敢站上去吗 还上呢 还上呢 就是啊 赶紧上 乌瑶花 赶紧上 好教训教训他 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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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吧 好好好 好好好 好 好 小瑜 看来博武并没有放弃 派出了掌门黄小瑜 他能否一雪前耻呢 让我们聚焦比赛吧 这打的什么拳啊 这是你自创的乱拳吗 祖传流行长啊 看我的 小瑜 小瑜 平委 我们的挺 未成 小瑜 咱们回去吧 不丢人 没事 陆琳 我觉得我还可以 就是 别撑着了 就是头颜约 博弈 把我的身体还给我 黄晓鱼选手 已经回到了舞台 请赐教 看来 它是抱着逆风翻盘的决心呢 真是一场令人热血沸腾的比试啊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现场评委 原番 进行最后的投票和打分 比赛呢 真的是十分精彩 没想到博武派选手 在最后上演了惊天逆转 但是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我更偏向于雷鼓舞馆的选手 谁 所以我决定将我最后这一票投给雷鼓舞馆 好 恭喜雷鼓舞馆获胜 这位选手 这位选手 虽然你失败了 但是我觉得你表现不错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菲力 是我 他应该是圆帆老师的粉丝 你妈 我打裁判可是要被禁赛的 菲力 我们着急相处了那么久 你不认识我了吗 让开 这位女选手你不要乱讲话 你我无言无诚哪来着什么着急相处啊 现在是法治社会不能乱讲话 制屏方 是吧 制屏 来人啊 制屏方 来 这没事吧 我怎么睡着了 感觉乖乖的 我怎么在这儿 这里是哪儿 婆骨 这为什么会有结界 你谁啊 为什么会进到我房间啊 你能看见我 别过来 我警告你啊 我这是桃木槿 我批的你 活飞破碎 放肆 你看我哪儿像鬼啊 无意冒犯 无意冒犯啊 好商量 你 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 黄小鱼 你到底好了没有啊 师兄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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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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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儿 他过来了 我好害怕啊 我麻烦你找个像样子 推脱旅游行吗 真的有鬼啊 你看他就在那个地方 你嫌可怜你面前 这个急死鬼吧 出的车已经开始跳前了 快点跟我走吧你 姐姐动了 原来姐姐跟她有关 为什么我进入了她的身体 却动不了 难道是因为她太虚弱了 不行 得想办法把毒逼出体外 你跟我一会儿去黄瑞瑜病房 跟他们家属都打声招呼 多拍点照片 视频 上一次有人替你受罪 这一次你逃不掉 恶念起始 梦里衍生 你的身体 快活了 快去给我找寒冰石 快去给我找寒冰石 走 走 走 黄小瑜选手 你怎么自己连被子都不盖海呢 注意角度啊 放心吧 黄小瑜选手 自从你受伤以后 我就特别特别地伤心难过 我就特别 灰血了 医生 他灰血了 医生 小K 去叫保安 你到底是不是一杀 你干嘛 快快快快快 别拍了 别拍了 这不是远藩吗 别拍了 别拍了 大学文 飞离 臭流氓 我不是故意碰你的 你自己看 你刚刚都吐血了 我过来给你擦血的 我这是怎么了 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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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外面都被粉丝包围了 走 不是我还没说 走啊 让一让 让一让 不好意思 别走啊 快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们节目组给个交代吧 我们调去监控后发现 黄小玉之所以中毒 是因为喝了原番给的饮料 而这瓶饮料呢 是原番那个黑粉潜入休息室 偷偷放进去的 他是怎么混进来的 你们的安保是怎么回事 你们这样的安保 我还怎么放心 让原番参加后续的活动啊 你看原番现在这么高调 让受害的黄小玉 成了他的绯闻女友 大众对于他在节目中 晕倒这件事 产生了更高的关注度 如果节目就此停掉的话 我想有损失的 应该不止我们这一方吧 你放心 原番的绯闻 我会尽快平息掉 但是 原番后续的资源 我要S级的大局 两步 薄义 你怎么了 冷 你怎么会这么虚弱啊 是你把我体内的毒逼出来的 除了我还能是谁 为什么要救我 你若是醒不过来 那我岂不是永远被关在这里 走不了了 薄义 谢谢 谢谢你 是鲁先生吗 是鲁丽 鲁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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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次意外传出的绯闻 我们真的很抱歉 我们愿意支付一定的精神损失费 不过 补偿方式 我们想以高薪聘请黄小鱼 作为原番保镖的方式 来进行补偿 以便平息这次的绯闻 您觉得怎么样 高薪聘请 工资 每月两万 我们小鱼堂堂博物派掌门 怎么能做这么热人摆布的工作 两万五 成交 什么原番的保镖 你这分明就是把我给卖了 你别生气 你听我说 工作不分高低 保镖做得好 也是可以给博物派争光的 我争不了光 也不想争这种光 才三个月而已 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不要 唉 你想想 原番的保镖 多棒的广告啊 你还愁武馆招不到人吗 是不是 黄小鱼 接近原番 我有话要问她 不管你愿不愿意啊 合同已经签好了 黄小鱼出院后 就是你的保镖 二十四小时跟着你 那个黑粉最近那么猖狂 我也不放心你自己住啊 我们两个本来就闹绯闻 我们俩再住一块 这绯闻不更厉害了 黄小鱼那天在台上晕倒 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什么 因为她喝了被替换成 屏息颜料的牛奶 是你给她的那瓶 那这么说 中毒的人本应该是我 没错 是黄小鱼替你受了罪 害无辜的粉丝中毒 这种事情如果被爆出来 那你就是罪人 为了避免再生事端 你来绑在一起是最安全的 那她知道这些吗 目前不知道 那你这不是在利用人家 行了 远凡 收起你的怜悯 这件事可是牵扯到 整个节目组和所有人的利益 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黄小鱼那边 我会安排好的 这里就是芬芬的家了 这边是餐厅 这里是客厅 你先参观一下吧 我去叫一下芬芬 芬芬 这么大 在这个地段得要多少钱啊 吃沙发 全球最帅面孔亚太地区的三十三名 真自立 非礼 她就是非礼 黄小鱼 你待会见到圆帆的时候 让她别走 我有话要问她 你先别激动 我找机会帮你问好吗 何时 何时 欲速则不达 我 我会想办法的 小鱼 芬芬在路哥说她不出来了 她就这脾气 没事的安姐 我跟你说一下注意事项吧 你的活动范围呢 只有客厅餐厅跟你的房间 圆帆的房间没有她的允许 绝对不可以进去 她特别讨厌被别人打扰 所以你少去跟她打话 好的安姐 最重要的一点 你也知道 你们俩现在飞闻传得比较厉害 是吧 所以你们相处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分寸 不要有任何的私交 知道吗 知道了安姐 行 那我走了 这床也好舒服啊 唉 累死了 袁芬 你身体好点了吗 哦 我没什么呆 可能是吃坏肚子了 那就好 切记安姐的嘱咐 没事不要上来打扰我 哦 你现在就去找她 你没听见她跟安姐刚才说的 没事不要去打扰袁芬 不要跟她打话 你等袁芬自己出来 我帮你问问她跟念飞离 是什么关系 好不好 不行 我等不了 你等不了 也得等 困死了 先睡了 我为什么又被关在这里了 我为什么又被关在这里了 停 停下 妖物 你干吗呀 谁让你进来的 没想到才几日不久 已经练起了如此下散烂的功法 你说谁下散烂呢 我听我的歌怎么就下散烂了 在如此不堪入耳的音律中注入内力 一魔音震遂敌人脏腹 此乃邪道修习之武功 不是下散烂是什么 骂谁呢 你懂不懂啊 你看这个 金曲奖 音乐大赛最佳新人奖 不是一见能有几个最佳新人 你懂不懂你骂我 怪不得你不敢认我 原来是你已经放弃了正派武功 改修鬼道音律 怪我没有好好保护好你 才让你侮辱歧途 你放手黄小瑜 你是有什么病吗大姐 念妃离只是我代言的一个游戏角色 你大晚上是神经病还是梦游症 很吓人你知不知道 你是不认得我了吗 非礼 我伯爷誓死要守护你 一定会让你醒过来的 不是你什么情况 非礼 你放手 不放 放手 你醒醒 我再说最后一遍你放手 你醒醒 怎么样非礼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你说话非礼 非礼 你是不是认出我了 非礼你看看我 我是伯爷 你醒醒 我是跟你同生死功患难的伯爷 你醒醒 非礼 你看看我 你醒醒吧 我真的说不了话了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擅自上我的身 你再这样我都不敢睡觉了 非礼怎么会认不得我 怎么会 对 你有没有好好再听我说话 还有 你为什么老是叫元帆 叫念非礼啊 可是他们明明长得一样啊 人家都说了 那只是他代言的一个游戏角色 元帆呢 他代言的这个角色叫念非礼 念非礼当然跟他长得一样了 你为什么会把一个游戏人物 可当成是真的呢 不会吧 博业 女侠客 信念坚定 刚毅勇敢 乃博物派帝时代代继承掌门人 路见不平 不平 拔刀相助 乃是江湖大义 伯爷 你好像真的是游戏里的人物 不会的 我怎么会是游戏中的人呢 那我在哪儿啊 我的世界在哪儿啊 伯爷 你去哪儿啊 伯爷 你可是博物未来的掌门传人 不可意气用事 念非礼因我而身重剧毒武功尽失 伯爷既然不愿收留 我要继承这无情的掌门之位作甚 既然 既然你已经决定 我博物便不再留你 走吧 伯爷 我伯爷自今日起 自愿离开伯武 从此以后 伯武派与我 再无任何瓜葛 走 非礼我们走 伯爷 伯爷你走慢点 你要去哪儿啊 非礼因为阻止眼迷惑人间而武功散尽 我带他离开世门 过起了颠沛流离 刀尖舔血的生活 我们的切符之痛 于这里而言 都是工人闷玩乐的游戏 而我 以及我拼死守护的那些 都是假的吗 不是的 伯爷 对很多玩家来说 你们都是真实的存在 新斗罗大陆停赴之后 虽然答应给很多赔偿 但是玩家们依然没有放弃 要求游戏重新开服 游戏 虽然 你们把它当成游戏 以操控我们为了 可是那些真实死在我面前的 每一个人 那每一滴鲜血的气味 我一闭眼就问得到 你告诉我那些只是游戏是吗 可能是 我们只能通过游戏的方式 给你的世界连接 你看 你来到了我的世界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 一起生活 所以你还是你啊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而且 你刚刚不是也有同学吗 是吗 那我还能回到那个世界吗 那我还能回到那个世界吗 喂 安姐 我要换保镖 这黄小鱼不太正常 粉丝知道黄小鱼是你的保镖后 认为你非但没有在比赛上袒护他 反而把票投给了别人 简直就是公正无私的代言人 现在都炒上话题榜了 还有这种事 好了 这大半夜的 不要打扰我睡眠容觉 你也早点睡吧 好 姐 你不必为了我离开博物的 他们连荣夏你的气度都没有 已经不是我景仰的那个博物了 可寒冰时一日不除 我一日没办法安身 我不想连累你 之前季荒讨难 若不是你把口粮分给我 我早饿死了 帮你毁掉寒冰时 就算我报恩吧 报恩 你帮我 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帅吗 再胡言一句 我废了你 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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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点了吗 他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吧 伯爷 在我们这边呢 有很多不属于这个时空的人 穿到这个世界来的故事 在故事的结局 他们都收获到了想要的幸福 说实话 碰到这种情况 我也很懵 如果不是看到一些漫画和小说里有类似的情节 我可能会觉得 我脑子坏掉了吧 但我相信 但我相信 你一定会很快振作起来的 你可是博业大神啊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这将军事和我打扰你了 这将军事佳 我脑子去做了 我给你了 我肯定是否则 你肯定是否则 你肯定是否则 我肯定是否则 那可做了 谢谢可以了 你肯定是否则 我肯定是否则 就是是不是我呢 怎么说 虽然这是我干的 但不是出的我本意 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算了你说不清楚 那个要不值多少钱 我赔给你吧 那个直接从我工资里扣行吗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是默认了 你怎么没放你的歌 我说怎么感觉今天 少点什么 我们来听一下你的歌吧 不准放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你昨天晚上说我 魔音攻击下九流 今天要主动听我的歌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表演性人格 我要拜你为师了 如果我说 那个话不是出自我本意 你信吗 我信啊 你昨晚的话不是出自你本意 打坏这个也不是出自你本意 对 你昨晚上梦游吗 还是昨晚上就不是你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我 不是不是 我不是 我我不是那个 我曾经在另一个字 我 这怎么好像是那首歌的歌词 就是唱歌比你好听的 那个男歌手 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的歌声很特别 怎么个特别法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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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不想夸就别硬夸 你不尴尬我都尴尬了 好 那个我今天将功不过 我保证对你寸步不离 回屋 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来 好 哦 好 福多 我得出去一趟 你帮我过来解决个麻烦吧 不是说让你不出来了吗 安姐说了寸步不离 真不用我有私事 寸步不离 你 我有客人来了 你去吸点水果 你怎么才来啊 多大点事啊 看你这火急会料的样子 你这让我过来 稳住你的保镖 他脑子可不够用 你小心点 他看起来挺贤惠的呀 你确定他不正常 非常不正常 我跟安洁说要开了他 安洁打死不开 要真有你说得那么怪的话 你好啊 你愣什么呢 你喜欢他呀 他还是我无效啊 你不觉得他长得很帅吗 而且还是活得浮脱 活得活得活得 天哪 你告诉我说吧 他脑子有问题吧 我看起来还好啊 你干吗呢 快把水果端过来 你好 你抖什么 坐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傅托 我的好兄弟 他今天来咱们这儿录歌 你要把握好他 我知道 我看过你所有的电视剧 特别是你主演的那个 我的男友世侠克 你在里面的脚性太帅了 你的眼睛真的很棒 我是你的 我是你的 粉丝 偶像 这感情好呀 这样 我给你俩单独举办一个 小型的贵宾宾见面会 对 我还有个电话要接 你们俩慢慢聊 老板 你干啥呀 寸步不离啊 黄云 工作和休息 你一定要一起 你只有休息好了 才能好好工作 你看 人家富多都来了 好好陪人家聊聊 我这样真的好吗 我不会被吵吧 我不会吵你的 只要我说就不会吵 快去 狠狠地聊 好 小玉 来 坐 我 我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我太激动了 喂 老王 我出闻了 你在诊所等我 你在搞什么 这么偷偷摸摸的 那 你跟袁帆认识很久了吗 我知道他所有的窮事 我偷偷地告诉你几个 只要他敢欺负你 你就拿出来吓唬他 我保管他 乖乖听话 袁帆 你也有今天啊 别笑了 我来了 你当袁帆的保镖 还适应吗 我也不太清楚 袁帆怎么出去这么久啊 不好意思啊 我是袁帆的保镖 我得时刻关注一下 我看一下啊 怎么了 小玉 袁帆给我发了个定位 让我去接他 但这个地方好像是个拆迁片区 他去这儿干嘛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于 他关机了 关机了 这人真奇怪 把我叫过来说让我搞定 搞 搞定什么 没有 小玉 要不我和你去找他 不用不用 这种事情怎么能麻烦复托呢 我自己去就好了 那我先走了 不是 小玉啊 来 为何袁帆会来此破败之处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确定这个定位 是不是准确的 这个地方也太阴森了 黄小玉 小心没明 要不是有你在 借我八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一个人来 注意安全 小玉 你没事吧 小玉 你来了 你终于来了 小心 小玉 黄小玉 他身上有邪器 跟我换 我来 他真这么厉害啊 我来 说 谁怕你来的 我 我不知道 你想饶命 你想饶命 你有事没事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弄的 姐 没事 小玉在警察来之前 都把歹徒给制服了 不过那个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警方也还在调查当中 那个嫌疑人说什么 他把牛奶 换成了丙细颜料 是他做的 但是什么钱 入房间绑架什么 他都没有做过 估计这人也是脑子 有点问题 你别管了啊 这事又交给警察 对了 这个药啊 睡觉之前 一定要再抹一次 听到了吗 别溜疤了 我知道了 姐 你放心吧 我肯定抹 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你呢 我让保镖提醒我 好吧 你提醒我了 还有个保镖 黄小玉 我怎么交代你的 对不起 安姐 是我没有发现原番出门了 我要求的是二十四小时 贴身保护 你怎么做的 我们家芬芬要是出点什么意外 你准备拿什么赔啊 安姐 她也不知道我溜出去了 再说了 人黄小玉都受伤了 哪儿受伤了 看不成好 你看手都抬不起来了 你看 抬不起来了 我没事 安姐 我再跟你说一次啊 即便有保镖 出门在外 你的个人人身安全 一定要自己当心 要注意 我知道了 你听到了没有啊 我知道了 姐 这都几点了 你要再不睡觉 都长鱼未闻了 你得回去睡美容觉了 姐 行了 姐 快走吧 这太重要了 我走了 抱 黄小玉 再有下次 你给我卷铺盖走人 听到没有 我保证不会拉安姐 记得抹药啊 一定要抹药 一定要抹药 拜拜 姐 谢谢你啊 缘烦 我是怕你被开除以后 到处说我坏话才帮你的 别多想 不脱药了 休息几天就好了 小玉 谁啊 是我 干吗 我给你拦了些药 好 要不 你就让她进来帮你吧 她若是敢行不轨之事 我就上你的身 定让她断此绝寸 你进来吧 门没锁 你擦完了 没有 你用我的吧 我给你擦 那麻烦你了 你这都在后背 怎么自己擦啊 你以后擦药的时候叫我 你刚刚在跟谁说话 没有啊 没有啊 可我刚刚明明听见你说话 那一定是你听错了 可能你天天在我身边 还听了吧 好了 谢谢啊 中毒的事情 对不起啊 本来中毒的人应该是我 好 你也不是故意的呀 而且我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可我拼用你过来 澄清绯闻 你不生气吗 生气 但我也确实需要这份工作 所以咱俩扯平了 行 早点休息啊 你也是 黄晓鱼 黄晓鱼 你不对劲哦 你看她的眼神跟以往不一样 我有吗 但我没说 那个 你心情要好点了吗 谢谢你的安慰 晓鱼 是 你给鲁力打个电话 问问她 在武馆有没有见过一块石头 好 喂 小月 你还好吗 师兄 我很好 那个我问一下 你最近有看到一块石头吗 石头 什么样的 蓝色的 静音剔透还会发光 蓝色的 静音剔透还会发光 我前几天在门口看见了 是那个新 新豆罗大陆寒冰石手办吧 太好了真的在她那儿 那 那现在那个寒冰石还在你那儿吧 我给卖了 卖了 什么 他卖给谁了 你为什么把她给卖了 卖给谁了 你别生气小月 卖了挺多钱的 这样我分你点 你现在就告诉我 卖给谁了 你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 快点的 我发给你了 喂 小月 什么情况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谢谢啊 如何 买家是一个手办店的老板 他们说石头被一个女孩买走了 但是 但是他们没有女孩的信息 线索又短了 袁老师 是 麻烦您试一下衣服呗 好 你等我上个厕所 好嘞 好渴啊 你们有没有人有时间 去帮我买杯喝的呗 要不我去吧 那谢谢你了 我要一杯冰拿铁 换成燕麦奶 一杯去冰的美式咖啡 不要止吸管 一杯黑糖珍珠奶茶 少黑糖少珍珠奶茶 反生即为牛奶 谢谢 哎 我要一杯芒果冰沙 我们也要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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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冰可乐 一杯盛裟 你杯茶去冰沙糖 那麻烦你了 哦 不麻烦 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 我 我现在去了 辛苦 哎 老师 换一下衣服吧 哎 刚刚那个小矮个呢 哦 他去买饮料了 他 他给谁买饮料 给大家伙儿 喂 喂 能不能以后不要在工作场合 让他跑腿 大家想喝什么可以自己点 然后我来报销 哦 谢谢大家 老师这衣服你 以后除了我原番 能给你安排活 谁也不能给你安排活 听明白了吗 好了 干活吧 来 换衣服 好的 老师这边 辛苦了 小玉 对不起 好端端的 我干嘛突然道歉啊 我干嘛突然道歉啊 是我牵连了你 牵连 什么牵连 我没有想到这次的事情 对你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此次事件 恐怕对方的目标既不是你 也不是原番 而是我 你的意思是 私生范用原番的手机 给我发消息 但目标不是我 而是你 你 他一个粉丝 怎么会知道你的存在呢 最后你打中他的那一掌 逼出了他身上有的黑色血气 黑色血气 我没有看到 因为这个黑色血气 来自于我的世界 什么 我本以为你知道的越多 便会越危险 使我考虑不周 即便危险没有降临 你也在为你所不知的真相 承担着他人的指责 还以为是自己的错 对不起 如果你觉得委屈 你 可以骂我 薄义 就咱们现在这个相处状态 我估摸着 你以后要麻烦我的事 可多了去了 不过 我牵连你的事情应该也不少 所以咱们就别分你我了 不如你给我讲讲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害怕吗 既然咱们是同一条船上的 那只有对敌人足够了解 你才知道 怎么一起去应对啊 黑色的邪气 来自于一个叫眼的妖物 眼的本名叫莫长安 曾是玄境派的弟子 他偶然得到寒冰时候 心智被转剑吞噬 迷失了自己 便成了一个擅长控制恶念之人的妖物 从还是上到 我叫你 不用害怕 我叫你 但是 你 你就是我 为了不让眼为祸事件 我与菲林 一直在追寻眼的踪迹 与其缠斗多年 眼看就要将其消灭 然后呢 然后我便来到了这里 那 那眼呢 眼要跟着拉了吗 是 我也是看到 那人身上的黑色血气之后 才确定眼也在 念 念菲林呢 他 擦来了吗 当时只有我和眼 掉轮空中裂缝 伯爷 其实这里不是你的世界 你可以什么都不用管的 你大可以趁着眼 不再游戏事件了 赶紧回去 好好和你最挂念的菲林 一起过上你们盼望 的安宁日子 不可 我伯爷以守护天下 苍生为己人 不管在哪个世界 我都不能允许演这样的妖物 围惑人间 我一定要找到寒冰石 绝不能让他落入眼的手里 我相信 如果菲林也在这里的话 他一定会跟我做同样的选择 找寒冰石跟找回去的方法 并不冲突啊 我们可以双管齐下 我可以帮你 谢谢你 不过 这个眼是不是特别厉害 只有我跟菲林联手 才有可能将他结拜 那我要是胖上眼的话 那不是 必死无疑 虽然这也是事实吧 但从您口中说出来 我怎么这么不爽呢 你被你气饿 我找吃得去 这么好吃的东西 怎么摆这么高啊 这么好吃的东西 怎么摆这么高啊 黄晓鱼 黄晓鱼 你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鼻子啊 黄晓鱼 流血了 黄晓鱼 我那天可是在这儿 等你等到半夜啊 你出事 也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原来那天你是为了看医生 才出的门啊 对啊 他不是被打到 别了吗 你给我好好看看鼻子 我过两天 好像直播不能断了 好好好 你这鼻子要是能断 我忘字倒过来写 你笑什么 还不都是因为你 好了 你俩没事事就撤吧 别在这儿浪费医疗资源了 谢谢医生 那我们先走了 等等 老王 你也给他看看 你手不是之前也 哦 我都已经处理过了 没事了 坐下 你别误会啊 我就是不想欠你人情 伤哪儿了 哦 就这里 那我看一下 你这伤啊 可比他那个鼻子要严重多了 我处理一下 可能有点疼啊 不是 黄晓鱼 你是没有痛觉吗 有啊 那你怎么就是一点事都没有呢 这点痛 这点痛 对我们习武之人来说不算什么 哎 远凡 你早就该请这么一个好的保镖了 不然你以前也不会被人骚扰成那样啊 幸好这次有小姨在 现在好了吧 谢谢医生 不客气 哎 我说远凡 你要是想带她来看病呢 那就跟我直说 别再弄什么流个鼻血啊 婆婆妈妈的 不是 谁想带她来看病啊 我这是顺便 顺便懂吗 哦 顺便 口是心扉的人我是见多了 演技这么拙劣的 你是第一个 你说我演技拙劣 黄金蔡 你太过不自觉死了 你不许教我 你不许教我 章鱼 你不许 博弈 你喝谁啊 我喝不到 沈上风 我也感受不到 你今天真漂亮 你看你这个头发 你这个衣服 黄小雨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情 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嘛 你能不能教我武功 你今日突然开窍 莫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没什么特殊原因 嫌疑偶尔也想翻身嘛 咸鱼翻身 还是咸鱼 那你教不教嘛 你不说实话 不教 我说的事实话啊 我们还要一起拯救世界呢 那我武功不好怎么行呢 还有呢 还有 我 我是说 我是说 我拿着这么高的薪水 又不会开车 武功又不太行 上次元帆被绑架的时候 要不是你在我体内助攻 我也打不过人家 我这宝贝尔也太不称职了 你喝什么 飞离这招礼 不管到哪里 都伸受姑娘叫喜爱 你到底收不收吗 练我很苦的 这个苦 你能不能受得了 我没问题啊 再苦再累我都能扛住 我不休了 不休了 不休了 起来 我起不来 起不来 你刚刚怎么跟我说的 什么苦什么累 你都能扛得住 华宇 老板叫我 我也 我现在去一下 老板 你干嘛呢 怎么一头大汗 我练功呢 别练了 走 陪我对戏去 我不会演戏啊 我会啊 我教你啊 既然是老板给我安排工作 那我就没法继续练功了 你练什么功啊 走 怎么是你 怎么是你 我 我 我 黄有余你是不是又忘词了 我没忘 你忘了 我真没忘 你这还没忘吗 我好不容易酝酿的情绪 都被你打断了 我在想 你刚刚出的那几招 马步不韦 出招不狠 我可以分分钟就把你给捅死 黄晓玉 我让你来给我对戏啊 不是让你来给我当五指的 那你刚刚那个动作那么马虎 到时候观众骂你怎么办 那我们就不对武器了 对文系 再来 小玉 你浑身筋脉筋断 我现在已经用内力帮你接上了 你好好休息 浑身筋脉筋断人都死了 还接个鬼哦 黄有余你认真一点 我很认真啊 你哪认真了 我让你给我打个词这么难吗 那你的胎虽有尝试性错误 再来 这位姑娘 原来你在这儿 我找了你好久 我找了你好久 我也是 好 你很渴吗 呃 我 我不肯 没事 那你还对心吗 不对 我回去休息了 我困了 那 那你回去吧 来吧 黄小鱼 继续练习 不行了 非常累 之前是身体累 我现在 心也很累 好 我一定要找到寒冰室 绝对不能让他露入眼的手里 更何况 更何况什么 更何况 你内心 也和我一样 有坚守正义的信念 这可能 也正是我也没法远离你的原因 你并非习无蠢菜 只要多加练习 短时间内定会武力大增 你这还没忘吗 我好不容易酝酿的情绪 都被你打断了 我在想 你刚刚出的那几招 马步不尾 出招不狠 我可以分分钟就把你给捅死 羞职人都这么有趣的吗 算了 算了 不看了 不看了 睡觉 算了 算了 不看了 不看了 这次并不是小鱼的责任 我希望大家能给我身边的工作人员 多一点包容和理解 谢谢各位 原番也太慢了吧 可甜可言 我可太爱原番了 姐妹们 爱原番的时候 别忘记去曝光真相啊 姐 你别念了 我不念 恶评就会少吗 这次绑架事件 让你的路人盘大跌 姐 没事的 风波很快就过去了 没关系 富兔 逃避是没有用的 你跟原番在那儿处真兄弟情 可全天下的人 都是说你在蹭他热度 我早就说 你们要少来往 跟他站上边 这事情就没法解决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你睡得可真好 好 蹲一下 你為什麼又被關在這裡了 你醒了 你為什麼又進入我的身體啊 幫你練功啊 練功 對啊 誰讓你昨天晚上不好 今天怎麼這麼久啊 快走啊 等著 起早 等著 薄逸 薄逸 麻煩你下次裝我的時候裝得像一點 不然我遲早會被緣藩記憾的 真麻煩 我之前手傷了 還沒好 我傷真沒好 你不信去玩黃曼瑜 還沒個時 一個人在那嘀嘀咕咕什麼呢 你幹嘛去啊 我找黃曼瑜做證去啊 你不能去 不是 幹嘛啊 之前不是你拜託我搞定他嗎 我認為還沒完成 我得繼續啊 你鍛鍊的時候 你得認真鍛鍊 好好鍛鍊 一會兒去 一會兒去 嗯 哎呀 呦 什麼意思啊 一次美舊英雄就把你給搞定了 什麼美舊英雄啊 你之前不是挺討厭他的嗎 想把他趕走了 現在幾個意思啊 我什麼時候說我討厭他了 我就是 他工作挺努力的 我作為一個優秀的老闆 肯定要給他合理的上身空間 總之你現在不用幫我搞定他了 你好好健身吧 等 你去那邊去啊 我不 有寒冰石的消息了嗎 我看看 有 寒冰石最初由念銀鋒創立聚魂鎮而煉職 念銀鋒和當時的博物掌門穆華是戀人 但是念銀鋒煉出寒冰石後 無法控制寒冰石的邪氣 而自己走火入魔 穆華將寒冰石封印在吉寒之地 裂開博物派 換名紫衣仙人鎮守吉寒之地 原來紫衣仙人竟是先輩穆華 你不知道 不知 你可否幫我確認一件事 什麼事 當初 當初博物不願收留飛鋒 是否與紫衣仙人和念銀鋒的往事有關 是 江湖中人都認為念銀鋒是創造出寒冰石的罪魁禍首 當年的博物掌門穆華 也是因為和念銀鋒相戀才被趕出門派的 所以 念飛鋒作為他們的子孫後代 不被武林正派所接受 為了彌補仙輩犯下的錯誤 飛鋒一生都在阻止寒冰石圍獲人間 可是他有什麼錯 博物掌 博物掌 我知道你心裏不好受 要怪就怪 怪那個遊戲創作者 為什麼非得把主人公的身世寫得這麼慘 對了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遊戲創作者 說明他知道 怎麼讓你回去呢 你失憑片段發了嗎 發了 你呢 我也發了 不過這次消失的劍客 我是在必得 搭檔也得非你莫屬啊 我努力 不過聽說導演這次對演員的形體 比要求很高啊 是嗎 再來一組 還需要嗎 不需要嗎 那來唄 來吧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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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新聞 時隔多日 新鬥羅大陸總開發師兼雲宋遊戲創始人 戴逸倫 終於對外界宣佈 遊戲正在做出重大調整 薄爺 你來到現實的時間 正好是新鬥羅大陸 遊戲服務器關閉的時間 你說你這個事 會不會和遊戲關閉有聯繫啊 關閉 那我還能回去嗎 戴先生請你說明一下 大家安靜一下 非常抱歉 讓大家久等了 發生這樣的意外 也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新鬥羅大陸 目前正在進行重大的遊戲內容調整 所以還請玩家們耐心等待 不過請大家放心 我們雲宋娛樂 一定不會辜負玩家的期望 爭取早日讓遊戲重新上線 謝謝大家 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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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先生 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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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到來 如果和遊戲關閉有關係的話 那是不是遊戲開服你們就能回去了 如何開服 這得遊戲公司來操作 不 不過 袁帆是新鬥羅大陸的形象代言人 說不定他認識戴一輪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通過袁帆找到戴一輪 問具體的開服事件 好 好 嗯 總算是找到方法了 明晚六點 別忘了 放心吧 上個禮拜就提醒我了 忘不了 黃曉瑜 富特 聽說你受傷了 傷哪兒了 這裡這裡 不過現在已經好了 你看 真的嗎 真的 試試 勁還挺大 我就說嘛 這點搶上對我來說不算什麼 那我發力了 發力了 黃曉瑜 咱們回家 我餓了 我們改天再見 回家 富特 拜拜 還富特 黃曉瑜 黃曉瑜 你何時問他關於戴一輪之事 我總感覺現在不是時候 為何 他好像看起來有點不太高興的樣子 為何 我哪知道啊 老闆的心思陰晴不定 那你也要去問 那你也要去問 老闆 茶水涼了 我幫你加點 不用了 那你今天健身辛苦了 我幫你練劫 嗯 你 你是想殺了我呀 不好意思啊 我再輕點 不用了不用了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兒邱啊 老闆明察邱好 好 那個 你認識戴一輪嗎 新痘羅大陸遊戲的創作者 認識啊 怎麼了 你能讓我跟他見一面嗎 我有些問題想要問他 每次提到新痘羅大陸 他都會有點不正常 不會又要犯病了嗎 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呢 私事兒 私事兒 不可以嗎 可以啊 不過我作為你的老闆 我要知道你要問他什麼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戴一輪是我的甲方 你是我的乙方 你讓你的甲方去問你 甲方的甲方問題 所以你的甲方一定要知道 你要問什麼問題 你都把我給繞暈了 我就是很喜歡 新痘羅大陸這款遊戲 然後最近我發現了 這個遊戲裡面有個 重大的Bug 我就想把這個問題 反饋給戴一輪 不然要是被別人先發現了 那不是牽連你這個代言人嗎 所以 你能幫我引荐一下嗎 不就是想見見五香嗎 找這麼多亂七八糟的理由 讓我考慮一下 看你明天的表現再決定了 明天 為什麼是明天啊 不想幫忙就直說嘛 找那麼多理由 啊 不是 彰雲 我的禮物呢 沒準備 我之前不知道 是你的生日 怎麼可能 啊我懂了 這典型的知道妝不知道 給我驚喜 黃雨不是我說你 你演技太爛了 我是真的 礼物嘛 说出来就没有惊喜了 你看 我就说吧 我这么聪明 我就说吧 现在也没什么事 我买个生活礼物 应该还来得及吧 干嘛去 我 我半点半点私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要去干嘛 去吧 太好了 那你帮我盯着点 包在我身上 怎么样 怎么样 小鱼 喜欢吗 哎 老板 我真的太喜欢了 这花还是粉红色的 我真的好爱 那喜欢的话 就送给你了 真的吗 老板 那会不会太好了 又给我奖金 又送我礼物 那难道 你之前 没有遇到这么好的老板吗 哈哈 老板 你干嘛 粉丝送的礼物 我们都收起来了 而且他们的款 我们都退了 行 我知道了 回去吧 好 不过 哥你这粉红色 糊完挺好看啊 你不是不喜欢粉红色吗 哪个粉丝 这么没眼力见 我觉得粉红色挺好的 你也太夸张了吧 说的 这是快递 你 难道是你自己买的 我自己买的不行吗 难道你是送给女孩子的 哥 你可不能谈恋爱 要以事业为重啊 对对对 我不该怀疑你 毕竟 你平时也不跟女的接触 啊 除了黄小瑜 不是 为什么除了黄小瑜 你就不怕我和黄小瑜谈恋爱 不可能啊 哥是看不上黄小瑜的 而且黄小瑜不喜欢你这类型的 黄小瑜喜欢妇托那款 我还是知道的 黄小瑜跟你说的 你们什么时候都这么熟了 再说了我比妇托帅这么多 他怎么这么没演过 是是是是 跟您天下第一帅 就您这言只要是割古代 潘安安见了都自猜行贿 行了 别拼了 黄小瑜呢 他说他有点事 就先回家了 时间不早了 我送您回家 原来他真的给我准备惊喜 你去 行了 等他准备好了 咱们再回 小瑜啊 你可伤点心吧 戴总 请您签字 戴总好 戴总好 明晚我过生日 是否得空我来家里参加parte呀 好啊 一定来 你 你确定要给原版表演长法 对啊 商场光了那么多圈 感觉他什么也不去 他应该会喜欢这个吧 你接我打怎么样 奇差无比 没有一点点进步吗 只有那么一点点进步 要不然我岂不是白教你了 真的 不过袁帆应该也看不懂 或许他心觉你长法精妙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 希望我的礼物 不要抢了别人的风头 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保镖 你有此自信 甚好 待会儿他们来了之后 你把这些 月帆 帆帆 帆帆 生日快乐 兄弟 你也太客气了 这么 帆帆 生日快乐 就一束花啊 姐 你哪那么多废话 那你不得给我吞来的 生日快乐 我的代言人 带总 感谢带总百忙之中 来我的生日宴 很感动 哪里 之前游戏官服的事情 对你影响不小 本来想登门之前 但是呢 今天是你生日 来 生日快乐 太客气了 带总 带总真是太客气了 这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以后有好的项目 想着我们家帆帆就是了 放心 以后我们公司的商务资源 一定先考虑你们家原范 快的 快谢谢带总 谢谢带总 正好 带总 趁今天这个机会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这是我的好兄弟附托 我的铁杆好兄弟 我们俩很早就认识了 也是我的黄金搭档 带 带总 你好 你好 很荣幸认识你 以后呢 带总这边有什么 商务资源啊 综艺资源 影视资源的 都可以考虑付货的 放心 原番的兄弟 就是我的兄弟 我就喜欢和你们这些 有着优厚粉丝基础的 演员合作 说起粉丝 我觉得像带总这样 又有颜值 又有才华的企业家 肯定粉丝也不少 我哪有什么粉丝 我们都是你粉丝 对啊 对啊 网家保镖 就是你粉丝 特别喜欢你 等一下啊 黄晓瑜 小鱼 来 老板 老板 你叫我啊 什么场合啊 叫保镖干什么 黄晓瑜 你先去洗点水果吧 快去 那个 戴总第一次来家里 你先带戴总转转 行 来 戴总 我带你参观总啊 来 走 这边呢 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一些小艺术品 那个是我玩桌球的桌子 平时大家都在那块 玩玩桌球什么的 然后这边就是 之前获得的一些 奖项什么的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啊 小时候的 果然大明星 从小就是帅哥胚子呀 戴总过誉了 这是我小时候 和我一个朋友 他的颜值也不输我 美女帅 看不出来袁帆 你还挺练就 是啊 这是我小时候 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之前一起上小学 突然有一天 转校走了 到最后只剩下一张照片 有点可惜 那他现在如果想找你 应该很容易吧 我找他呢 芬芬 别聊了 带戴总过来拍张照片吧 走 走吧 戴总 我来给你们撒拍啊 来 来 一 二 三 多拍几张 好 发给你们啊 这是粉丝送的吗 是啊 戴总 你们的周边做得真的很精良 公司好像没有出过这款周边 有可能是哪个厂家的高方 韩冰石 什么 他手里拿的是韩冰石 我感受到了 高方 黄小鱼 这是清泉吗 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了 这么多人能不要了 我们再等等他嘛 黄小鱼 我能带回去调查一下吗 当然 那我先放回车里 好 黄小鱼他走了就没机会了 黄小鱼 黄香 黄小鱼 黄小鱼 你干什么 这戴总的东西 还给人家 戴总 不好意思啊 他不懂事 千万别生气 戴总 你是戴一轮 是我 黄小鱼 你知道你在干吗吗 对不起 戴总 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拿走 黄小鱼 站住 黄小鱼 我不管你今天抽什么缝 这是人家戴总的东西 还给人家 不行啊 姐 这东西他不能拿走 给我 不行啊 姐 给我 给我 黄小鱼 我之前不知道你喜欢这个 你要是喜欢这个的话 我给你买一车 你每天换着玩 先把这个还给人家 行不行 这是我师兄的身家性命 你师兄 身家性命 我师兄 是新斗罗大陆的超级粉丝 他为了打造这个 一比一的寒冰石 花费了足足 九九八十一天的时间 而我却因为一时被钱财蒙蔽了双眼 瞒着我师兄偷偷把他在网上卖了 我师兄得知之后 茶饭不思 日渐消瘦 一条年轻热血的生命 就这样被我愚蠢的行为害的 开始渐渐凋零 我苦苦寻觅也没能找到这个寒冰石 没想到 兜兜转转在这儿发现了 恳请戴总 给我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问着我师兄 这条执着的 让人心疼的小生命 带总 他和他师兄 确实是新斗罗大陆的粉丝 他 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 你的粉丝 要不就 先给他 今天是圆帆的生日 寿星为大 那我们就让他物归原主吧 谢谢戴总 新斗罗大陆真的很好啊 快快快 戴总果然宽宏大亮 要不咱们先切蛋糕吧 好 好 咱们上那边 好 等会儿你再给我解食 好嘞 简 我来了 我来了 电视剧里的情节 出现在现实世界中了 王爷 你这是下了一道封印吗 寒冰时 离开极寒之地太久 再厉害的封印 也难以压制住此等邪物 邪气逐渐一出 这就是为什么 莫长安和寒冰时 朝夕相伴后 心智被逐渐吞噬 我现在下的这道封印 只能暂时压制住它 比起当年紫衣仙人 下的那道 还远远不及 那 她现在出现在这儿 我们是不是也会被邪机吞噬啊 那她现在出现在这儿 我们是不是也会被邪机吞噬啊 只要心中没有恶念 寒冰时在被解封之前 都不会影响到我们 但为了以防万一 但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要有一颗警惕之心 真没想到 那寒冰时的代价这么大 我毁了原番的生日夜 还得罪了原番的金主戴一轮 我在那儿瞎编什么 努力打造的谎言 你说 要是被戳穿了 我就会连累原番吗 黄小玉 对不起 你别对不起啊 不是你的错 你说 这寒冰时明明就在那儿 我们总不能放任这个邪乎 不留落在外吧 修复Bug 拯救正义的使命 就落在我们肩上了 康主 黄小玉 你已经不是我之前认识的 那个胆小鬼了 你是在夸我吗 不然呢 带总 带总 今天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 发生了这么大一处闹剧 没事 我们新逗落大陆 能收获这样的粉丝 我很开心 那就好 小K 一定要把带总跟富托安全送到家 放心吧 安姐 带总真没请 走了 原番 好吧 慢点啊 走 拜拜 拜拜 注意安全啊 安姐 这么晚了 早上回去休息吧 回什么回啊 我还没去找黄小玉算账呢 反了她了真是 安姐 为了黄小玉一个小保镖 值得嘛 你现在越来越袒护她了啊 怎么回事 我哪儿袒护她了 我来处理 我教育她 早回去休息吧 别跟我来这一套 我不管你怎么想的 她今天真的惹到我了 这个账我跟她算定了 坐 今晚的事情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 我要是跟你说实话 你肯定会把我当成疯子的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的话 我就会把你当成一个女疯子 她难道能听到我的心声 黄羽 你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你明明知道戴益伦 今天为什么来 还不是因为我 算了 你今天一顿胡闹 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了 为了一块破石头 值得吗 你撒的那些谎 别人看不出来 我还看不出来吗 黄小鱼 撒娇 老板 你对不起吗 我都是为了将功不过 少来这一套 你这点拙劣的演技 我看不出来吗 你每一次提到 新斗罗大陆的时候 都会变得很奇怪 要不一会儿说自己是什么 游戏里的人物 要不一会儿就在那儿 自言自语 我有的时候都觉得 你不是黄小鱼 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法跟你解释啊 你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啊 那你就是这里有问题了 抑郁症 精神分裂症 还是双向情感障碍 多数人格分裂症 你有什么病 我可以带你去看 不是 不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袁帆的问题 是我年纪太小了 见的人太少 没见过你这么分裂的人 对 我就是精神分裂 对不起 我不应该毁了你的生日 不应该得罪 你特地请来的贵宾 都是我的错 但是我真的很需要 这块石头 你就当我是人格分裂吧 黄有瑜 黄有瑜 好吧 跟我换身 干吗 我出去跟他解释清楚 发生的所有事情 不是你黄小colored精神分裂 而是你一直在帮我 没用的 他不会相信的 相不相信是他的事情 可是我不能让你 白白受这个委屈 没事的 伯爷 我能撑住的 黄小鱼 你别开除了 这个月的工资 还是给你正常节 也会给你N加一的赔偿 你尽快搬离员翻家 我什么事儿都做不好 黄小鱼 不是你什么都做不好 只是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我也很没用啊 连爱委员都做不到 明明是他先胡闹的 还给我发脾气 我说得很过分吗 不是这星斗罗大陆 到底有什么魔力 让黄有鱼现实和游戏 分不清了 我生日 他不送我礼物 反过来我送他礼物 元帆 你也不正常了是吧 我好 你了 你了 有一天 我愿意 我不是 你了 我 你了 我 我 我 你了 我 我 我 你了 你了 我 小丑 以后要是再有人打你 我帮你打他 你看 我的功夫不错吧 谢谢你 元帆 我们一起玩 你喜欢哪个 拿走 谢谢 妈妈 回来了 这是 这是元帆给我的玩具 真好 拿着 妈妈 每天我能把你做的鸡蛋糕送给元帆吗 傻孩子 当然可以了 以后啊 妈妈每天为你和元帆 一人做一份好不好 妈妈最好了 真乖 看脏的 赶紧 进屋洗洗手吃饭啊 小丑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冒冒 她不见了 不见了 那你在这儿等一下 不要着急 阿姨去找一下啊 您好 请问扫地机器人在哪儿啊 机器人 就在那边 谢谢啊 没事 啊 我对他跟你一件事 听起来 祝你生日快樂 心想事成那道想要的角色 黃小玉 你是捨不得了嗎 我沒有啊 我就是想著 畢竟相處了這麼長時間 總能有個正式的告別吧 而且他這個級別的大明星 我們以後也不會再見面了 遠凡 上次海選的時候 那個雷谷武館的館長 讓我組個飯局說要答謝您 正好他也邀請了李總 你看你最近什麼時候有空 我來安排一下 雷谷武館 對啊 就是李總那個關係戶 你不是把票投給人家了嗎 我記得李總之前挺招過的 而且雷谷武館的背後資方 不是李總嗎 我也按照要求 把票投給了雷谷 吃飯要不就算了吧 我知道你心裡 對這件事有些想法 你也跟我說過了 可是你如果直接拒絕的話 那李總心裡怎麼想啊 李總可是消失的 劍客的投資人 他可是非常看好你的表演 你不想要這個角色了 行吧 雷谷武館 是當時武刀大會跟你對決的 那個武館嗎 我決定將我最後這一票 投給雷谷武館 是 難怪他當時怕你輸 黃小雨 走吧 如此卑鄙無恥之人 沒有什麼可留戀的 小雨 十分鐘後出發趕通告 給親愛的老闆 謝謝你這段時間 對我的照顧 包容了我的任性胡鬧 這份遲到的生日禮物 希望你會喜歡 祝你生日快樂 心想事成 拿到想要的角色 不能繼續保護你的黃小雨 黃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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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 pää 褲子 這是 為甚麼 那能안 對 喂 安姐 黄有余辞职了 刚才忘记跟你说了 我把黄小瑜开除了 安姐 我们不是说好了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吗 你心慈手软的 能处理明白吗 看一个宝贝二爷 用不着大惊小怪 黄小瑜救过我的命 而且我也跟她说过了 她以后不会再犯了 这次已经够严重的了 昨天你没看到 戴总的表情吗 她是给你面子 才不跟黄小瑜计较的 你以为她真能信了 黄小瑜那些鬼话呀 我昨天让她放手 你看她那态度 一个保镖 不听话 这是我绝对无法容忍的 我不可能再给她机会了 而且 你们的绯闻风波 也早就已经过去了 节目组那次事情 也没有人再关注 留着黄小瑜也没有什么用 我这几天 尽快给你找个男保镖 省得你再连香西域的 我不同意 成年人了 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就算被开除了也没必要 不打招呼就走吧 手机也关机 该不会 他听到我打电话了吧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很好 再来一组 一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大忙人回来了 怎么 今天不用保护你们家大明星啊 回来就回来呗 还带这么多东西 是我的礼物吗 罗莉 我被开除了 开除就开除 多大点事啊 什么 开除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才告诉我啊 为什么 犯错了就被开除了呗 犯多大的错啊 至于吗 不行 我得给安洁打电话问一下 算了 别问了 没用呢 怎么回事 要不你好好给他们道个歉 这么高薪的工作可不好找 而且 你给袁帆当保镖之后 武馆的生意特别好 你这要是被开除了 我累了 先回顾待会儿 小鱼 你还没跟我说你犯什么错呢 你要不想去道歉师兄去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就叫小黄鱼了 我问你 喂 你妈是不是生气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去给她道个歉啊 你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哎呀 你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现在 算了 问你也是白问的 她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她一个博武派的掌门弄出什么事啊 又不是没有家 走了就回博武派了呗 我在这儿下操心什么呀 睡觉 雷古武馆掌门重枪在此 黄小鱼 你给我出来 大晚上带你们雷古来这儿做什么 让黄小鱼出来 你找她干嘛 最近有舆论都在说 我们按相操作 输给你们博武派还能晋级 如此毁我雷古威灭 我一定要找她算账 打来打须挺疼的 不如进去喝杯茶 滚 小鱼 小鱼 要帮我们报警吧 没事 师兄 让我来 我博物虽小 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你们惹错人了 上次是老子大义 就你那三脚猫功夫 我两招把你打趴 现在你磕头认错 还来得及 认错 认什么错 没做过的事情为什么要认 我倒想问问你们 我倒想问问你们 用钱换来的胜利果实 尝起来不臭吗 你再说一句 不服 不服就堂堂正正地决斗 决斗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三招之内 你如果还能站着 今天的事一笔勾销 黄小语 你想好了 这次是你的笔试 我不会像上次那样帮你了 正合我意 小语 还是我来吧 师兄 我该学着自己出手了 来吧 出招吧 来吧 你 黄小语 别打了 他们出招阴险 就是冲着上刃而来 没事不言 我可以 你们 卑鄙 绝有这种招数 黄小语 跟我换 他们敢这么欺负你 我揍死他们 不行 自己打完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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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手吧 闹出人命就不好了 能借我三招 我给你借你是条汉子 咱们的事 就算了 走 小语 小语你没事吧 我带你去王医生那儿 走 傻子 这么重的一拳 为何要替他挡 可能是宝鸟的本能反应 我习武之人都遭受不住这一拳 光何况他一个没有底子的能 再说了 我知道您会帮我的 他怎么样 你们确定 他之前被武者击中的是腹部 我亲眼看见到 小语为他挡那一拳 可不是闹着玩的 医生 小语没有生命危险吧 能有什么生命危险啊 他呀 好得很 要么就是你眼花了 要么就是你这个保镖体质 异于常人 反正我是一点受伤的痕迹 都没看出来啊 他这样之前发生了什么呀 那你得问他了 他之前跟黄晓鱼在一块 你还好意思说 要不是你把小语开除了 小语回来会遇到这种事 开除 你之前还那么紧张人家 现在就要把人家给开除 不是 我没有要开除他 那是个误会 我这次来就是要接走他的 你还好意思接走他 你把他接走了 小语还怎么养伤 那这样 既然你也没把人家给开除了 对吧 然后杨帆家条件也不错 在他家养伤 我每天下了班 还能过去给他检查一下 怎么样 怎么样 龙师兄 工资 照付 还有 还有奖金 还冷吗 好多了 谢谢你 薄言 明明没有什么病 为什么要陪医生 普通人要是能好得那么快 那简直是生物界的奇迹了 怕是还有什么理由吧 我就是 还没做好面对原番的准备 又不是你的错 你怕什么 来 这边 跟我走 走 造孽呀 我的好师妹 你这次怒火攻心 伤了脏腑 王医生说了 进去 你得在家休养几天 我明天有事要出去几天 实在是照顾不了你 就原番老师代劳了 你不去 我不去 鲁莉你能有什么事啊 我 我 他又没开除你 你复职了回什么武馆 我兵都好了 我不去 你 你 你干吗 你复职了 医生让你去我家调养 每天下班顺路给你检查 我不去 你给我放下来 放下来 你要不再大点伤 咱俩再传一次绯闻 走 弄着干吗 走啊 小鱼 你的鞋 这小子总算开晓了 你不去 去哪儿 陆丽啊 鲨鱼这种高难度的工作 咱们要不点个外卖 要不叫个私厨来做 好吗 你给我过来 你给我过来 王医生所之前说了 小鱼是被你气得怒火攻心 你做顿饭平息小鱼怒火 小鱼病才能好起来 不是王跟蔡的话你也信 他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他就是因为我叫他王跟蔡 他故意整我 我没想开除小鱼 你真没想过开除小鱼 我真没想过开除小鱼 那你今天去武馆 是为了带他回来 我就说嘛 你怎么可能是那种 随便开除员工的人 哪有老板给自己员工做饭的 你走吧 那 那 告辞 放心吧 这俩人怎么都不走啊 嗯 害得我也没法溜 烦死了 若是你那师兄 知晓袁帆投票之事 定会站在你这边 宰了那小子不可 你为何不告诉他 我就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他 你是否还在为袁帆考虑 怎么可能 一个黑裁判 外加开除我的老板 我傻呀 可你之前帮他党权时 不是这番态度 我都说了 那是保镖的下意识反应 我是惯性替他挡的 你越想越起 我就不应该替他挡那一拳 黄晓月 若是你心中还有不舍 我认为你应该跟袁帆 好好聊一下 我怎么可能舍不得他 谁要舍不得他 可以啊 鲁丽 之前刚给我厨师啊 那你看看 实相全能 安云老板 你看看小玉醒了没有 就离我就行了 行 那我去看了 睡了这么久还没醒 不会生病了吧 没生病啊 黄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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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想借一阵风 借一场云 借个梦给你 在每个潮汐 全都充满珍贵的回忆 哪怕穿越人海 穿越四季 天空和海底 因为有你才会 无所畏惧 你 柔软的风吹过屋顶 看 月光在水面倒影 醒了吗 再有十分钟就能吃饭了 你的笑笑事情 全都唱给我听 我多想借一阵风 借一场云 借个梦给你 在每个潮汐 全都充满珍贵的回忆 哪怕 还在睡 别装睡了 先吃吧 人已经走了 骗死我了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我差点就睁眼了 其实 袁帆还挺关心你的 谁要他关心 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啊 袁老板 你不吃米饭 那你吃点热菜 这些都是小鱼爱吃的 我老拿手了 来 尝尝 怎么了 不合你胃口啊 我不吃鱼 那番茄炒蛋总行吗 没有人会不喜欢吃这道菜的 你这个番茄炒蛋 做的是咸口的 我喜欢吃甜口的 可小鱼只喜欢吃咸口的呀 她说甜的太腻 她完全接受不了 你们口味相差那么多 平时怎么在一起吃饭呢 原来黄小鱼 当我宝贝要这么久 一直迁就我的饮食习惯 我就知道 小鱼虽然胆子小了点 但温柔又善解人意 比起自己 她总是先照顾别人的情绪 她从小就特别 招男孩子喜欢 但她那鱼木脑袋不开窍 至今还没谈过恋爱 她没谈过恋爱 那她有喜欢的人吗 当然没有 好香啊 卢力尘我不在武馆 肯定偷偷研究菜谱了 我觉着这个味都能闻出 她手艺又进步了 小蝉鬼 那我先走了 小鱼就拜祟你了 看不走了 还剩一人脚步 努力走了 原番回屋了 走 要不博力尽 我们还是吃口饭再走吧 我们还是吃口饭再走吧 主要我太饿了 而且这些菜我要是不吃的话 就太浪费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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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吃 你想吃你跟我说啊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 我自己来吧 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这个要戴手套 回来吃吧 今天谢谢你了 今天谢谢你了 不客气 习武之人的本能反应 那你 你吃啊 这个虾还有这个都挺好吃的 你一直这么看着我没法吃 那我不看你了 你吃吧 又这 martyr 打电话生气了 他连生气都这么可爱吗 黄小瑜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特别好笑 我吃饱了 那我先回去了 你去哪儿啊 回武馆啊 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 黄小瑜 你说二十四小时贴身保镖 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能离开 我已经不是你的保镖了 我被开除了 开除你是安姐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你是我的保镖 所以我开除你才算数 你现在还是我的保镖 原番 曾经安姐和你的粉丝想让我走 他们觉得我不是合格的保镖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 因为 你们每次都会站在我这边为我撑腰 我曾经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一个称职的保镖 好好保护你 但是这次 是我要辞职 是我要辞职 我不能再保护你了 你打黑分这件事情我真的接受不了 因为你在我心里深恨特 深恨特别 再见了 远范 黄晓鱼 黄晓鱼 你听我解释我 我不是有意要去 因为你就是我生命的唯一 我 你 我 不 这